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新能源汽車 新能源汽車一定是未來的重中之重的發展方向 因為很多國家已經定了可能是二零二幾年 或者是二零三幾年 是不會再有汽油車的出現 希望令到整個環境會比較潔淨 在中國過去五年賣的車是多少呢 2016年賣了五十萬部 2017年賣了七十七萬部 2018年賣了一百二十五萬部 2019年賣了一百二十萬部 2020年賣了一百三十六萬部 估計新能源汽車過多幾年賣了五六百萬部 即是說它現在有百幾萬部 慢慢就會增長到五年後 就會賣了六七百萬部 這就是內地的市場 還有現在賣的新能源汽車 大部分有三成幾 是說是十萬元至二十萬之內 然後二十萬到五十萬又是佔了三成 即是說這兩個部分已經佔了六成幾 其餘那些才是再貴些的人去買 因為內地的收入不是那麼高 四萬多到九萬多都佔了兩成幾 即是說五十萬樓上的新能源汽車 只有十幾個百分比 這個就是內地的情況 其實現在在內地 劏豬的又說做新能源汽車 房地產的又做 做三的又說做 在內地現在已經做新能源汽車 已經不是一件叫做高科技的事情 好像以前做DVD 做手機那樣 買很多組裝的東西就可以組裝得出來 即是找一個外國的設計師 意大利、法國、日本的設計師 就畫個外形 接著買電池 接著買那個支架 陷進去砌積木這樣就砌出來 這個其實那個技術含量就反過來 就是在供應給你電池那裡 那個儲電池那個產品那裡 還有第二個就是那個控制系統 那個operation system 這個反而是叫做高科技 其他的那些只不過是一個組裝 這個就是為什麼內地的公司 這麼多都說要想做 轉做一些新能源的汽車 永遠都是這樣 中國一見到有個市場 大家一起去做 做完之後 就搶到薄了沒有盈利 接著圈了一輪錢之後 就會是 接著是雞飛狗走 剩下一些人就去埋單 今天想說的新能源汽車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